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要讲到有关会目的问题 神人之间有没有已经从他 神人之约有没有已经从他 我之间改成你我之间了呢 这几天我没有机会去听所有的专题 我听了绝大部分于牧师的分享的信息 他讲约束亚纪 我讲这个出埃及纪 这都是个群体 他们是一个群体 可是为什么我在这次讲的时候呢 就把这么大的群体 把它说到只有神跟我呢 我相信于牧师跟我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想法不会有差别 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诠释圣经上的话 我不是不看这种群体 各位 我自己二十三岁在教会里面担任职士 四十年前我们教会是相当大的教会 那个时候没有Mega Church 四十年前 我二十三岁做我们教会的职士 三十二岁做的长老 我们就是你们这里的牧师 四十年来我知道教会是上帝唯一的心腹 教会是上帝 对不起 耶稣基督唯一的心腹 神的心意都在教会里面 可是为什么我这次把它浓缩在一个人的身上呢 或者说我 你的身上呢 因为我怕我们当中有些人出埃及的时候 我们是闲杂人等 我担心我们进迦南的时候 我们是闲杂人等 我们看起来跟群体走在一起 可是我们是失落的 我们是掉队的 我们根本就没有走在里面 或者我们只是跟着大伙走 刚才有一个姐妹跟我说 她说李长老 一对夫妻吧 她跟我说李长老 她说我们现在的弟兄们真可怜 我说对求主恩待我们 帮助我们疫情实在把我们折磨得很惨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站起来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复兴 我们里面没有弄清楚 我们跟神是一对一的关系 你要看环境 你要看政治 尤其你们在美国 你要看世界 美国领头 对吗 你会很失望 你会很伤心 不是对政治失望 不是对世界伤心 而是我们承担不起这些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 我们个人没有跟神 从神人之约变成你我之间 如果没有我 那我们当中没有我 那变成你们对吗 你们当中没有我 那还是你们嘛 所以总有人跟着上神 但我却被调队了 因此这一次我把众心 整个的浓缩到 我跟神的关系 那照神指示的样式 是讲到会幕 会幕有很多很多可以谈的 但是我仍然把它说在一个很窄的范围里面 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 摩西有四次被上帝招上西乃山 第一次上帝颁布了十诫 第二次神把其他的律例典章都赐给以色列人 后来我们昨天晚上就说了 第二次下来之后 在摩西做中保的情况之下 神就和希伯来人 以色列人立了约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西乃山之约 或者我们通称为旧约 因为新约已经来了 但当时没有这个概念 事实上昨天我提到 神和人立约 是上帝和希伯来人立约 以摩西为中保 主要的内容 主要的内容是复合 复就是再一次 合就是合在一起 主要是复合 在立约的时候 摩西先把那些文字都写下来 文字都写下来 然后就献番祭 平安祭 然后就把那个血一半撒在坛上 代表耶和华 再念给他们听 全部十诫加上一百零五节 全部念完之后呢 百姓就说 我们一定遵守耶和华的话 然后就把血撒上去 然后就立约了 立约了 我现在跟各位讲 那个约书到底写的什么 除了十诫以外 他第一段写的 我昨天讲了 第一段写的是仆人的 这个善待奴隶的问题 对不对 这个前言 前言 就是第一大段的前言 是神跟他们说 你们不可做什么 神像跟我相配 他说 我是唯一的 你们不可为自己 做经营的神像 这是他的第一大段 然后前言 然后再开始写说 你们要怎么样 善待奴隶 这个非常的特别 因为神要跟他们立约了 立约了之后呢 在他们的观念 我们变成你的奴隶了 因为我们以前是 法老的奴隶嘛 现在变成你的奴隶了 神跟他们说 不是这样 即使是奴隶 他也要善待奴隶 然后就跟他们讲说 对生命的看重 我就不翻给你们看了 对生命的看重 各种关系的生命 意思就是不可杀人 再来就是不可偷盗 再来就是不可奸淫 再来就是不可做假见证 基本上就是再把实戒 讲一遍 所以神跟他们签约 浓缩起来就是实戒 到了二十三章的最后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要赶出西 我要赶出西伯来人的敌人 他在最后才说 我要赶出西伯来人的敌人 然后还告诉他们说 你不可跟他们的神立约 如果你跟我立约 你不能再娶小三 如果你跟我立约 你不能婚姻中出轨 如果你跟我立约 我答应你 有人来勾引你 我就把他打败 可是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 只看最后一段 靠上帝来增加我的势力 对吗 靠上帝来给我力量 因此我们跟 我们对于这个约 我们没有搞得很清楚 其实神的约 最主要的内容是 我你的关系 上帝跟以色列人说 上帝跟今天在基督里的我们说 他跟我们是 他跟我的关系 都是内部的关系 都是内部的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因着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搞得很 很奇怪呢 是因为我们 我们对于那个看得见的东西 我们比较有兴趣 比较有感觉 其实是这样的 你说那神有没有行神迹 那他当然有嘛 不然他怎么叫神 对不对 神迹就是神做事 叫做神迹嘛 神随手都做神迹啊 所以神迹不是那件事情 很奇怪 神迹是那件事情 是神做的 所以奇怪的是 不都是神做的 可是神做的事情 就是神迹 所以重点不在于那件事 而是做的那一位主体 那为什么呢 我们会经历这么多神迹呢 因为如果我们 真的是跟他联合 我们成为他的子民 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成为他的心腹 我问你 我们的事就是谁的事 就是他的事嘛 我们有困难谁解决 他解决嘛 那他爱我们 我们祈求他一定垂听 我昨天用婚姻来比喻 夫妻如果彼此相爱 而不是因着对方的财产 而跟他结婚 如果不是 蛮多人是的啦 对不对 如果不是 那么你跟他相爱 他所有的都是你的啊 你所有的都是他的啊 当你有需要说 他会不管吗 不会的嘛 不会的嘛 因为我们彼此相爱 就有这样子的状况 不然的话 那个Sinderella 嫁给了Philip 对不对 Disney告诉我们 灰姑娘 她不就变成公主了吗 变成王妃了吗 那王子的都是她的了吗 有一次 有一个弟兄就 有一个弟兄姐妹就跟我说 你可以不会陪我去 我想请你传福音给一个对象 我就到那边了 我到那边之后呢 他就 那个人呢 就很愁苦 然后呢 就在他的家里面 然后他就把他的名片给我 他说这是 这是我的名片 那我就 那他就跟他说 这是李长老 他就说李长老 这是我的名片 我一看 我说某某先生 你好 我就坐下来 因为时间只有两个小时 他只有两个小时 出去面对面的谈 当他开始谈的时候呢 那因为我传福音是很少讲话的 因为传福音是 他要讲他的状况 不是我要介绍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是靠着我们活给他看 你怎么讲他不听的 要他讲他的状况 他就讲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讲说 他养了一些世界名码 我就心里想说 台湾哪里有世界名码 他养在德国 后来开始讲他的这些事情 我就越讲越玄 越讲越那个 我就心里想说 真的还假的 但是他一讲到他的苦情 他的里面 然后他就讲点 后来他就说 他就说 他说 他是说我是不买私人飞机 不然的话呢 我卖一幅画 就能够买一架私人飞机 不一定 说不定可以买两架 我就说这个人神经病 他卖一幅画 就买两架飞机 买两架玩具飞机 你知道我们的心里面 就有种想法 对不对 怎么可能呢 他就讲 讲 讲完了以后呢 他就 那是他的价 他就讲他的价值观 后来我就传福音给他 感谢主他也信了 当场他是信了 后来有没有后悔 我不知道 他就信了 哭啊 祷告 认罪祷告 而且我祷告一半 他停下来 他说我可不可以自己祷告 那当然可以 那你的上帝吗 我的上帝我祷告 那我为你祷告 你要这种 你又自己祷告 他就说哇 祷告真的很好 很感动 他第一次听耶稣的 祷告 后来我就真的认识他了 果然还不是简单人物 他说他的话 可以买一架飞机 私人飞机 是真的 有一次他请我到他家里去 就我跟他个别查经 然后我就在那边 我就到他家 你知道我 那一时啊 失察 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 我就拿起我的照相机 说这么多话 后来我就把他照 照 后来照了 那我在等他 后来他来了以后 我就跟他说 我突然想起来 我不能在人家家照画 对吗 不能把他拍照起来 我就跟他说 我说某某人 我说我在你们家 拍了那个画 这样子 我说怎么办 我说我把它删掉好不好 他说不要 他说你不要传出去 我说那我可以 给我儿子看吗 他说可以给你儿子看 但是告诉他 不要传出去 后来我到现在都还保存着 他那个画都是不得了啊 日本五个博物馆 联合起来跟他借画 把画借给他们展览 博物馆跟人家借画 跟私人收藏家 你就知道多厉害 那个人没结婚 年纪比我还大一点 多少人想嫁呀 对不对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你现在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难怪我们要信上帝嘛 多厉害啊 他多神啊 他们随便出手 我们就有了嘛 所以我们到底 为什么来到神面前 我们一结婚 他的就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一直用神的能力 我再说一次 我没有说这样不对 我没有说 我说但是合约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 婚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2020开始 就疫情开始了 疫情开始的时候 各国就封锁 那我儿子就在这附近工作 住在这附近 在纽约工作 那我们就很紧张 因为这里很严重 我们就说 你要不要回来 回不来嘛 回不来 可是也不能回来 两夫妻都在工作 你怎么回来 你回来工作怎么办 而且一回来又 又不能回去 那你就辞职吗 我们就跟他讲 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 后来有一天我跟我太太去查经 去带一对夫妻查经 就带他查经 查经的时候呢 因为跟他们本来就认识 他们的孩子跟我们孩子也认识 他就跟我说 说我女儿回来了 你女儿回来了 他说 我说你女儿自己回来吗 没有 女婿也回来了 带着孩子回来 我就心里想说 有没有飞机 你们怎么回得来啊 没有飞机 你们怎么回得来啊 人家自己的飞机 人家自己的飞机 我说你早说嘛 我心里想我不敢讲啊 我说你早说嘛 你到洛杉矶 你到旧金山接人 再飞一下就到纽约 把我儿子也接回来嘛 他有能力 我们打不过人家 这样听得懂吗 我们到底跟神要的是什么 我们到底跟神要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 神行神经一点不奇怪 可是那是我们要的吗 圣经早就说了嘛 有的人要的是神经嘛 有的人要的是智慧嘛 是不是 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 钉十字架的耶稣 因为他才是我们要的对象 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 我们永远不会把 注意听啊 我们永远不会把 神人之约 变成你我之间 我们最多把上帝 搞得很清楚 听别人讲的很多 但是我们自己却不经历 因此如果没有把这位神 在我们里面的位置摆对 我不知道刚才最后 你们有没有听于牧师讲 他最后说 就是要摆对位置嘛 神要一个位置 他要一个位置 明明我们是他的心腹 我们还有很多心上人 对吗 没有啊 那你们比我好多了 真的 我心上人很多 上帝可能要派好几 好几位以后 所以一冲突就起矛盾 一冲突就矛盾 就挣扎 就不知道怎么办 从圣经的记载 我们发现摩西 第一次第二次上西乃山 都是以十戒为主 十戒为主 讨论到与以色列立约的内容 那就是十戒 但摩西第三次上山 在山上四十天 最主要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上帝告诉他 怎么造会幕 怎么造 怎么造会幕 我们很惊讶 上帝用这么多时间 跟摩西谈造会幕 签合约的合约书 还这么简单呢 就几天就下来了 虽然没有非常清楚的记载 而出埃及记 也用了很大的篇幅 在记载怎么造会幕 如果你去读啊 他从材料 材料品质建造的尺寸 如何造会幕 如何摆设里面的器具 甚至连制造的工人 名字都巨细迷移 记载下来 不仅花了摩西很多的时间 向神了解这件事 摩西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也花下了很大的篇幅 记载了会幕的建造 那到底会幕有什么意义 到底会幕有什么重要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 讲会幕啊 为什么啊 为什么需要这么仔细 怕我们整天没事干 所以就弄一个 比较复杂的东西 给我们看 然后我们就要去想想 看在哪里造一个会幕的模型 然后现在来学习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而且有点严格 他一点都不能差错 这令人惊讶 请注意听啊 但是如果我们明白 会幕是神和人同在的原型 原型 你们英文怎么说 原型的英文 是prototype吗 原型 就是它是它的原型 会幕是神跟人同在的原型 就是第一个那个 第一个 第一个 那个原型 以后圣经上所有提到 神与人同在的地点 或者形式 或者状况 都与会幕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会幕的记载 是这么重要了 那到底会幕预表什么 到底会幕要让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要如何照神的指示 来建造会幕呢 这是我们今天这篇信息 要讲的 慕容 我要讲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我要跟你们讲 对不起 应该他们叫我指这边 那讲神跟人的两种关系 其实昨天跟前天 我们讲的第一种关系 第一种关系 那就是创色的关系 从旧约圣经 其实神跟人有两种关系 一个是创色的关系 神跟我们创造了一个关系 第一种 我们正为创色的关系 就是神到底要跟人建立 怎么样的关系 怎么样的关系 才是正确的关系 第二个叫做维持的关系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 维持的关系 就是神跟人 有了一个正确的关系之后 要怎么维持 用比较容易明白的 也是我们这两天用的 就是一个是结婚的关系 一个是婚后怎么办 对吗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我想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 在创世纪 还出埃及纪上 上帝启示当时的人 有两个伟大的建造 都是建造一个有形的东西 一个是方舟 在创世纪 一个是在出埃及纪的会幕 这两个建造预表了 上帝不仅要和人类创色关系 也要维持关系 那我的意思是 创世的关系就是方舟 维持关系就是会幕 方舟的建造 宣告了神要用拯救 来创世他跟我们的关系 我们永远要记得 从旧约到新约 神都是用拯救的方式 没有一次是用 叫我们遵守的律法 我们成功了以后 就说你是一个义人 没有 没有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将来也没有 除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他也是人以外 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所以没有一个人 可以因着自己的行义得救 不仅是旧约是这样 新约是这样 一直到主再来 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是被拯救出来的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在圣经里面 他有这样讲 在创世纪的第六章 神就对摩亚说 凡有血气的 他的镜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割斐木造一只方 之后分一尖一尖地造 里外抹上松香 当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后 我们就不讲亚当夏娃的事情了 人类不断地犯罪 当人类犯罪到了中日所 思想竟都是恶的时候 神就要将人走受昆虫 空中的飞鸟在地上除灭 因为人已经败坏 失去了神要给他的形象 或者神人已经败坏到 神要让他存在的目的 人已经背逆神 可是神仍然要拯救人 所以他就用挪亚造了一只方舟 很清楚地告诉挪亚 要怎么样造方舟 怎么样造方舟 其实造方舟原来的目的 是要拯救很多的人 可是没有人要去 没有人要去 大家都不肯 觉得那个是个疯子 几十年上百年 你造一个方舟造那么大 干什么 而且你把它造在山上 你还不是造在海边 你怎么可能呢 后来神就告诉他了 他说看啊 我要是洪水泛在地上 毁灭天下 地上凡有血肉气息的活物 无一不死 神说我要和你立约 立约 这是神跟挪亚 一家人立约 八个进来 八个进来 他说看啊 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毁灭天下 地上凡有血肉气息的 无一不死 这是讲到洪水泛滥的结果 可是神却说 我要与你立约 这是神立约 所以方舟的建造 是神宣告他要拯救人类 这个是神 创造 创设 他与他子民关系的一个作为 那如果你仔细去看啊 你就会发现 这个方舟的建造 是有蓝图的 有方法的 它的建造是有顺序的 它是有格式的 这个是神的启示 你不可以随便动他 你不可以随便动他 在那个年代 是不可能造出这个东西出来的 是神跟他讲 所以他就做得出来 是神偷偷跟余牧师讲 不然他就不会懂那个电脑 对吗 所以这种事情你一定要听他的 因为他会搞小动作 这样听得懂吗 我年轻的时候有段时间非常穷 主要是因为我想要做传道人 我告诉你 做传道人有个秘诀 就是不要记账 你们美国人都要记账 对吗 我常常跟传道人说 如果你要做传道人 要学会不要记账 因为你要记账 账会不平 听得懂吗 账会不平 如果你要记账 谁也就难以做手脚 因为你做得太清楚了 奇怪的事情就是 这是圣经上记载的 都是会发生的 就是那个油瓶一直倒倒不完 我们家在一个地方住了十几年 灯泡 所有的灯泡电气用品没有坏一个 我十几年的内衣穿的都不会破 所以我就相信以色列人在地上走 四十年 神说邪不坏 他就不敢坏 这些都是神伟大的部分 可是我们重点不再讲那个 而在讲说神有这个能力 所以如果你要那个能力 你要那个东西不是不行 可是神不会让我们做那一个 因为神不是重点不在那边 如果我们一直看那边 我们眼睛就会偏斜 我们要再一次回来 神爱我们 跟我们立约 这个历史的时间 就是赵方舟的时间 一直到耶稣基督 从天上来到地上 我们才清楚地知道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实体 当时原来连方舟都是一个影子 我们完全明白过来 原来当时讲的是耶稣 所以难怪耶稣跟那些 在以马五十路上的人说 那些讲的都是在讲我 他们就说 怎么都在讲你呢 你是谁呢 这是神的拯救 这是神的定位 这是神的启示 这是神的安排 这是神的方法 耶稣基督是方舟 在新约时代终极的应验 但这件事情却早早就告诉我们 神要跟我们创色关系 神要用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耶稣基督是拯救 是神要创色 他和我们的关系 而当时早期是用方舟给他们看 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说反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全名做神的儿女 在当时方舟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方舟代表神的拯救来创色我们 这也是我前两天一直用西乃之约 跟你们讲的创色 创色 神创色了 西班牙人跟他的关系了 那么第二 第二就来到今天的重点了 那就是第二个就是会幕 如果你对西乃之约非常感动 你就会对会幕更感动 会更感动 会幕的建造 宣告了神要用同在 来维持跟我们的关系 来维持跟我们的关系 神要用同在来维持我们的关系 我们应该顺服他 这是第二种关系 神建造会幕的目的 是要与他的百姓同在 同在 出埃及的时候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 那里神小玉他的百姓 神小玉他的百姓说 要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 神跟他们说 我要跟你们住在一起 如果你跟我签约 如果你愿意做我的子民 那我就要跟你住在一起 你有没有想过 神说我要跟你住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到底是高兴还不高兴 你觉得他们从听到神 或者是说 不是听到神 他们可能很早就听到神了 他们从摩西出现 摩西就是说 我要带你们出埃及 神经病谁要跟你走 对不对 然后食灾 然后带他们杀了埃及的长子 当天他们就被赶出去 把那东西收一收就走 然后出去就跑 然后跑到红海边 然后法老追杀 追杀到海红海边 他们过红海 法老的军兵 全部推翻在红海里面 然后就走到了 三个月之后 走到了签约的地方 对不对 这样多少时间 从摩西出现在舞台 他们的舞台 不是摩西已经八十岁了 到多久 长一点好了一年 我们做事情总是要有点犹豫 宽裕一点 这边三个月 那边就几个走来走去 就给他算一年好了 从我本来做奴隶 做了几百年 我爸爸是奴隶 我妈妈是奴隶 我祖宗是奴隶 对不对 到摩西一出来 说要走 没搞多久就走了 而且简直是 这个文明古国 一下子打垮 全部的军人都死光 我们逃到这边来 然后看到摩西 第一次上山 第二次上山 哇 下来神那个雷轰闪电 吓得半生 我们都不要跟他说话 那神说 我要跟你同住 你觉得呢 我娶母老虎回来吗 对不对 我平常看到你都吓了 还叫我跟你结婚 我结了婚之后 你还跟我同住 我想以色列人一定吓坏了 可是你要知道 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读圣经 会很感动 他说 神说 为我造圣所 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 他要跟我们住 好感动 他要跟我们住 这个悖逆的人 他要跟我们住 我们不想跟他住 他跟我们住 另外一处 我们都知道 会幕后来 他就变成圣殿了 对不对 圣殿后来就是耶稣基督 拆毁这殿 三日我建起来 他是一个系列的 他是从一个预表 到一个影子 然后到个实体来的时候 就说 哦 原来这个就是这个 所以耶稣基督 就是神与我们 同在的那一位 因为他搞到后来 他自己来了 神说 一个地方给你们 说叫你们来 你们也不可能 最后我自己 我下来了 我下来了 最后下来还不够 耶稣基督 盯在实际上 后来走了 后来说什么 还不够 谁来了 现在在哪里啊 来来来 指清楚在哪里啊 在这里 在这里 所以这里就是圣殿了 所以从一个有形的 会幕到圣所 到耶稣基督 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神真想跟我们在一起啊 烦不烦啊 历代之下 七章十六节 耶和华对所罗门说 现在我已选择这殿 就是后来 所罗门为他建殿了嘛 他说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涌在其中 他说我的眼 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神说我的眼 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你从这里就看出来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 这件事情 其实是神的眼 神的心为我们的缘故 后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神的眼神的心 现在在哪里啊 在我们里 在我们里面 亲爱的兄弟姐妹 这才是重心 这才是我们整个信仰的重心 不是神会不会行神迹 很多人跟我说 神会不会行神迹 一直在讲神迹 神迹不是不重要 非常重要 可是如果神的眼神的心 不在你身上 你要神迹做什么呢 那我们都知道 彼此相爱的人 会很喜欢在一起 而会幕的建造是 神说我想跟你在一起 所以神就用这个方式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同在 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顺服 就是顺服 神要同在来维持 我们跟他的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上对于 创色的关系是拯救 神用拯救来创色 他和我 我现在开始讲我了 我才不管你呢 你是你家的事 我是我家的事 对不对 个人至少门前学 莫管他人瓦上双 神借着创色 借着拯救创色了 我跟他的关系 我要相信他 我要接受他 后来神又说 我要跟你维持关系 还要维持关系啊 所以神就用了 会幕来维持我们的关系 会幕是同在的意思 他要同在 那个会幕是神同在的地方 所以神说我在那里啊 你随时来 我都在那里 难怪摩西在那里 久了出来脸都会放光 有没有 就麻烦嘛 因为他跟神在一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而顺服 所以我们慢慢慢慢 我们就顺服他了 来 我来问一个问题 我来问一个问题 我知道我们从非基督徒 变成基督徒很难 对不对 我们当中有些人 可能追求了很久 终于进来了 我们当中也信了主之后呢 也发觉也很难 要过基督徒生活 也很难 所以刚才 这个余牧师有说嘛 到底是家庭重要 还是信仰重要 还是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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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信 难不难 难了 真的难了 我们信了以后 都觉得很简单 对不对 信是很难的 可是信下去呢 就更难的 你们都不是啊 那我问你们 我问你们 创色关系比较难 与神创色关系比较难 还是与神 与神维持关系比较难 当然是维持嘛 不然我们这些讲员 在搞什么东西啊 整天在跟你们讲这些东西 叫你要维持 要维持 我不知道别的主怎么样啊 至少我们两个 从头到尾听到 都没有讲到 要我们要信耶稣 对不对 第一个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信了嘛 信了就好了嘛 那干嘛一直逼我们啊 因为你到底 要不要维持这个关系 我常常啊 我常常要证婚嘛 你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 三十几岁就开始 帮人家证婚 我以前证婚很仔细的 很仔细的 那婚前辅导十几次 一对一的 就一对他们二的 婚前辅导十几次 到结婚的那前几天 要帮他们做很多的事情 教他们怎么戴戒指 教他们怎么戴戒指 教他们怎么走 我教新娘怎么走 怎么走过来 因为我希望婚礼 非常的perfect 让新郎新娘都很开心 我教那新娘说 你那个裙子 如果是蓬的 蓬起来的 凸出来的 然后会卷进来的 那个走路要小心 那走路要小心 因为你会踩到 踩到那个婚纱嘛 你踩到婚纱 你那婚纱没有起来 你再踩下去呢 就起不来了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你爸爸一直牵你 往前走 对不对 结果你就再踩再踩 那个衣服有的时候 会这样子的 你知道吗 我就跟他们讲 你要拿那个花 拿好了之后呢 你要稍微在这边 提住你的那个婚纱 提住你的婚纱 然后你稍微往前一拉 轻轻一拉 它就会翘起来 所以你就不会踩到 然后要一直踢 一直踢 可是呢 教了十个呢 我们每次教的时候呢 言者尊尊 听者渺渺 对吧 然后我就在上面看 每次都看到他们踩下去了 然后那新娘就这样 这样这样 那我就 反正就是很尴尬嘛 可是我告诉你 婚礼是所有婚姻 整个的流程当中 最简单的嘛 对吗 还要比婚礼更简单的吗 比起婚姻的一生 不是啊 那你还不错 可见你们有相爱 如果你要维持好的婚姻 很难啊 而且我们现在还没走到最后 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一对老夫妻 我讲的老夫妻是比我还老 成为老夫妻嘛 我三十几岁的时候 他们就六七十了 六十几了 后来老先生得了帕金森 得了帕金森躺下来 到他过世二十多年 他太太全程照顾二十多年 多不容易啊 这个如果没有爱 怎么可能呢 就把它丢了就好了嘛 所以维持关系绝对没有那么容易 对不对 我也不要叫你举手 说结了婚以后后悔的请举手 对不对 敢举手还是表示你们感情好的 你听不懂吗 那真正不好的谁敢举手啊 回去不是骂扁了 对不对 因此同在的这一个会幕 出埃及记从二十五章 记到三十一章啊 很长的经文 神像摩西启示要如何建造会幕 其中从二十五章 第九节到三十一章末了 仔细记载每一个细节 不过我这次已经告诉你们了 我只讲灵不讲树 对不对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这个灵 就这个灵 所以我们要看到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 从会幕的建造看 如何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这个建立或者做维持 就是我们跟神一直保持 很好的关系 第一是出于神的启示 我们要知道 会幕的建造是神要摩西 神要摩西向当时以色列百姓 宣誓要住在他们东间 对以色列人而言 这是神给他们很大的恩典 神要住在他们当中 但到几千年之后 我们才发现 耶稣基督本身才是会幕 那个会幕不是 那个只是一个影子 不过对当时的人而言 没有耶稣基督嘛 所以有个影子 有个会幕也是很实际 说神要跟他们同在 因为启示录上面说 看啊神的藏目在人间 对吗 不就是指的耶稣吗 所以新约就印证了 那个会幕 就是这个会幕 当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也说嘛 你们拆毁这殿 那个时候46年 那个圣殿盖了83年 盖完的那一天就开始拆 因为打进来了 可是耶稣早在几十年前 就死里复活三天 圣殿早就盖完了 那个圣殿是没有用的 真正的圣殿 耶稣已经重建了 重建了 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 他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第一 圣殿是出于 对不起 会幕是出于神的启示 神的启示 出埃及记 第25章第一节说 耶和华小玉 摩西说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我们就知道 会幕的建造 不是出于摩西的想象 会幕的建造 不是摩西想要 如何管理这群 物合之众 故意做一个会幕 这样 让你们说 神住在里面啊 你们给我小心一点啊 我是中间的特使啊 ambassador 对不对 只有我可以传话 你们任何人不能靠近 不是 他不是出于百姓 他不是出于百姓的意愿 会幕需要建造 或者会幕该如何建造 都说出于神的启示 无论建材 无论事样 无论造 神都明白了启示出来 这是神明白跟人说出来的 比如说 我在读会幕的时候 有时候觉得很惊讶 我觉得很惊讶 我们为什么 要花这么多时间 讨论会幕呢 为什么造一个会幕 只是要维持 神和人同在的关系 要这么复杂呢 难道不这样造 神就不能跟人同在吗 难道尺寸不能有一点不足 或者事实上有一点偏差 难道我们这样做的 就不能得到神的同在吗 难道神是这么 斤斤计较的小气鬼吗 他干嘛这样啊 那就跟我们同在 我们大家就在一起就好了嘛 事实上当然不是 不是 当神启示建造会幕的时候 是要让我们明白 神对于同在这件事情 最主要的是 他要我们顺服 我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遍 其实神有的时候做事 我请问你们 你们对你们的小孩子做事 要不要用一点方法的 要不要 因为你不用一点方法 他听不懂 他听不懂 你一定要 其实没那么复杂 他如果听得懂 你一讲他就懂了 问题他听不懂 所以你只好 那其实神把他找得这么复杂 其实就要告诉他们说 要顺服 我叫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弟兄姐妹 这句话很难 他要我们怎么做 就怎么做 你肯吗 他要我们怎么做 就怎么做 你肯吗 不开玩笑的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婚姻里面 我们需要怎么样的 跟我们的配偶 配合 那当然 因为我们这个婚姻的对象 是上帝的话 当然 因为他是全知全能 又全对 所以跟他在一起 这是挫折 对吗 是啊 你们都不挫折的 我跟人在一起 说很挫折 他叫我做的事情 我不想做 他要给我的东西 我不要 我觉得是个 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所以学顺服 神要我们同在 他要我们学顺服 我服事越久 我越知道 原来不是我的热心 要做什么事 不是我的忠心 要做什么事 不是我的爱心 要做什么事 而是我的顺服 你们当中 有些人认识我 我年轻的时候 动作很快 动作很急 现在还压不下来 你听得通吗 因为很快嘛 很急嘛 你看我讲到 你就知道 我就急得要讲 那为什么要逐字搞呢 因为我怕我跑太远 因为脑子太多东西 要讲要讲要讲 所以我就把它说说说说 后来我就发现说 原来神要的 不是我们这些 神要的是我们顺服 难不难 真难啊 真难啊 别的都好说 别的都好谈 听他的就很难 因为他老出难题 对不对 简单的考题 他也不随便给 可是当我们顺服的时候 很稀奇的一件事情 我们搞不清楚神的质疑 可是我们一顺服 中文有一句话叫做 水到渠成 你们看过水到渠成吗 就其实那边 本来是没有路的 本来是没有水路的 本来是没有水路的 可是大水来了 自己找路 自己找路 然后大水稍微停的时候 路就好了 河道就好了 为什么 他自己会找 水到渠成 我们怎么样顺服 我们怎么样顺服 所以我现在服事 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不是偷懒 而是我跟神说 你觉得好吗 这样好吗 这样好吗 然后呢 多跟神说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很多年前 有人捐了 老实说真的 他捐了一个地方 他捐了一个地方 在另外一周 不在你们这里 在另外一周 就跟我说 李长老你过来开 培训牧师的 那个时候 我已经开始有负担了 他找了一个地方 他说钱全部我出 场地全部我负责你过来 那个时候我祷告 后来没有 没有 没有过 没有过 后来当神说 叫我再来的时候 我就来了 如果那个时候 按我的热心 我非来不可 可是我再三问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后来神大概觉得 我不太听话 不太听话 有一天就叫了一个人来跟我 那个还是个小姐妹 什么都不懂的 他有天跑到我面前 他说李长老 他说我有一个困难的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 他说 他说我会做梦 而且我做两种梦 一种是彩色的梦 一种是黑白的梦 所有黑白的梦 都是梦 所有彩色的梦 后来都会实现 他问我怎么办 我说最好 小心一点点 敬鬼神而远之 你要听得懂吗 没事你看 做这么多梦干什么 后来他就跟我说 真的每一次彩色的梦 都会实现 他说我怎么办 那我想说 那也有可能是 从神来的嘛 我就跟他说 彩色的梦做完之后 如果你醒来 你要问上帝说 这个彩色的梦 是要告诉对方的吗 因为里面有些人嘛 对不对 如果神叫你去告诉他 你很清楚 你就去告诉他 告诉他的时候 要讲得很清楚 我做了一个梦 跟你有点关系 但是你不要告诉他 神叫我告诉你 你说 我就是因为做了那个梦 所以我告诉你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不过你要自己 好好祷告 这样 而且问以前 还要 告诉他 还要见他 说说 你愿意听我做的梦吗 就是你一直设关卡 对方愿意听 然后你问了神 全部弄完了以后呢 你再告诉他 他就说 好 他说我懂吧 我说你不要随便去接触人 跟人家说我会做彩色的梦 听得懂吗 我说不要宣传 因为神给你的就是给你的 没给你的你不要要 特别是有人来拜托你 帮你帮他做彩色的梦 你千万别做 我讲都是真的事情嘛 其实神真的无所不能 我告诉你神无所不能 所以如果他讲神迹奇事的话 就没什么意思啦 我的意思是说 那就是给我们一天鼓励而已嘛 诶 那是个营会跟这个一样啊 那天早上就在吃饭的时候 他走过来 他说李长老李长老 他说 他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我就说我在吃饭嘛 我说哦好 他说 他说你要不要听 我说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做了彩色的梦 我就说 然后呢 他说 他说 梦到你了 他说你要不要听 我就说我不听 我宁可不听 我说我不听 这样 他就说 他说不过 神让我告诉你 你要不要考虑 后来我就想说 我都这样教人家了嘛 前一天晚上 他说我教他这个原则的 后来我说好吧 你知道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做了一个梦 做了一个梦 他说 他说 你站在讲台上 他说梦来的时候呢 你已经讲完了 你要下台 他说你一下台走出去的时候 从这边走出一队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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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四队走完 然后我说呢 我就说 那后来呢 他说后来我就醒了 他不知道他讲什么 我吓死了 然后他走出 还没有忘了 我教他的东西 他说 这是我做的梦啊 你要自己祷告啊 不要听了 我说了就怎么样啊 然后他就走了 我跟你讲 他完全不知道 他在干什么 所以我告诉各位 圣经上写的每一个神迹 都是真的 你不要以为是假的 神要做 无所不能 那次我就确定了 我不来美国 那是上一次 我确定了不来美国 因为那时候我有四队 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那时候我有四队 四组传道人在培训的 神是跟我讲 Not now 所以我就没去 那是二零一几的时候 一几的时候 你们那个旅牧师 一直叫我过来啦 过来啦 过来啦 我说美国牧师 很难缠耶 我不敢 动作越慢越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摩西不能随便建造会墓的 因为会墓是 人和神同在的地方 挪亚不能随便建方舟的 得救的途径是只有一条 你船没盖好 倒是散了怎么办啊 这就是顺服 这就是相信 亲爱的同在非常重要 神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 神仍然光照我们 让我们知道 他多么愿意与我们同在 他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 如果你常常读圣经的话 他透过圣灵不断地感动你 你走在路上 你突然神来了 你们又觉得我有怪力乱神 对不对 没有 神就是这样 他一下就来了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你就来了 有的时候你找半天 你找不到他 有的时候他突然就来了 你们相信我 你们相信我 真的 你不信你去问那些 有经历的弟兄 都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 牧师讲一句话 跟你扒杆子打不倒的 你突然就醒了 然后你说 那句话是什么话 不知道 怎么就来了呢 很多这种事情 但是我们要顺服 顺服 顺服 你知道神对于不顺服的人 最后就用搅环配头 对不对 听得懂吗 这还是神爱的 他不爱的就随你变 他爱的就用搅环配头 这诗篇也这样写 雅各书也这样讲 他爱我们 怕我们乱跑 就用搅环配头 给我们戴上 所以如果说我们不顺利 我们其实要安静下来说 为什么 顺利的时候也问 为什么 不顺利的时候也问 为什么 去找谁问啊 千万别来找我 找他 找你的他 我也不去找你的了 我现在学会了 我找你干什么呢 我去找我的他 他才是全知 他才是全能 他才有办法 再来 第二 主权的移转 主权的移转 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 或者与神维持美好的关系 需要主权的移转 主权的移转 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二节 A 你告诉以色列人 当为我送礼物来 当为我送礼物来 神跟以色列人要礼物 这里我们看到 在会幕的建造上面 神不出一毛钱 他不出 他说你们出 叫摩西传 你们出 神要百姓送礼物来 参与会幕的建造 神要百姓拿出来 这件事有点奇怪 你不觉得吗 我来想 我来想 来我现在给你们 看看你们觉得哪个比较好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 如果要造一个地方 让神跟人同在 如果要造一个地方 让神跟人同在 最好是神来造 是不是 是不是神来造更好 对不对 来 我现在把会幕改一改 你们这个听讲道 都不能突然断掉的 你知道吗 不然我只听了前面 听了后面 到时候会说我是异端 我问你们 神能不能这样 这里有一块空地 以色列人 西伯来人都住在这边 或者西乃山下 西乃山下 然后原来是一块空地 大家都睡觉以后 第二天早上起来 会幕已经盖好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神说 就好了嘛 对不对 还不用那么用力呢 对不对 他造造天地海 和其中的万物 造了宇宙星辰 多一点点时间就造完了 对不对 那造个会幕 有什么小地方 他怎么做呢 会幕就好了嘛 对不对 然后跟摩基说 这就是会幕 那老百姓不是吓死了吗 对不对 哇 这是神同在 所以我们一直希望 看见神迹 我再说一次 没有 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他都要这样做 神可以自己造会幕 然后说我住在这里 拜托 神造得多神圣啊 人造得多污秽啊 可是神没有 神要百姓拿东西出来 他自己是造物的主 他却要我们拿东西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要我们移转主权 他要我们移转主权 他要我们移转主权 他要我们献我们有的 所有的材料 神都要百姓献上 而且他说 为我送礼物 帮我 为我送礼物 所以把你的送给我 我不花钱买啊 为什么这样呢 事实上在与神交往的过程当中 也是如此 当我们提到 我们要与神有美好关系的时候 我们总要神给我们一些东西 对吗 拜托啦 把我孩子医治一下 我孩子都生病得很严重啦 人真的很奇怪 跟神交往之后 就很贪心 有没有 来 你的心在哪里 良心摸一摸 你有没有很贪心 有没有 信了主之后 什么都要神做 找不到好的工作 主啊 给了个好的工作 事少嫁多离家近 对不对 最好是什么 work from home 如果我要work from home 对不对 如果我想上班 逃离我的妻子的时候 让我去上班 对不对 我们很会祷告的 很会祷告的 你知道他们都 他们祷告都跟神开清单了 我要怎么样的配偶 美若天仙 家财万贯 对不对 性情温良 也不想想你这只赖蛤蟆 就想吃人家天鹅肉 可是我们那种祷告都好勇敢 都好勇敢 都敢祷告 然后儿子生病的 主啊 你一定要医治他 我是你的儿女 我有这个权柄 你答应我了 你给我吧 我们拼命祷告 求啊求啊求啊 可是 神要我们移转一点主权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不肯 神说 移转一点金钱 不肯 移转 什么是主权的移转呢 主权的移转就是说 金钱主权的移转 我还是客气的说 神说为我送礼物 说那东西是你的嘛 对不对 那神说把礼物送过来 金钱的移转 时间体力的移转 智慧能力 主权的移转 我们都不肯 我们都不肯 叫我们做一点 我们都不肯 我们就是想要神 给我们 帮我们做事 成就我们所要的 叫我们奉献 不要吧 下面时间我要交给黄克兵弟兄上来报告 还差多少钱 然后 你开玩笑的啦 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我仔细听了 还差两万多啊 这还是这个场地不要钱啊 如果场地人家跟我们收一收钱 怎么办呢 所以现场的 请移转你金钱的主权 你这次领受这么多 竟然没有奉献 诶 客兵这样可以吗 不是 我说我这样报告可以吗 请他们奉献可以吗 还有呢 这个在网路上的 请看这里 这里有奉献 奉献的这个地址 请把支票寄进来 这里有奉献的账号 那请把那个奉献汇进来 大家都不肯听了对吗 奉献一点钱有困难 你还不要讲奉献你的儿子 给上帝做传道呢 所以我爸爸说 你给了我你的儿子 我也给了你我的儿子 所以咱们打拼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要我们的是我们的心 我再说一次 是我们的心 我们要很清楚明白 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所有的都是来自于神 可是奇怪的是 一旦得到之后 我就拥有是理所当然的 我要支配 我要决定 我要享受 但在与神同在的时候 神其实会问我们一个问题 到底是他重要 还是那个东西重要 到底是他重要 还是我们的钱重要 到底是他重要 还是我们的时间重要 我这样讲 没有要你把所有钱拿出来 所有钱拿出来 没有 可是我们很难 真的很难 而且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这样做的都不公平 上帝你 所以主权的移转 再来 甘心的献上 甘心的献上 在25章的2b说 甘心乐意的你们 就可以收下来归我 神不仅要我们奉献 而且还要甘心 你知道甘心很难 甘心很难 有的时候我们的根神 就弄来弄去 就是不愿意甘心 服侍不愿意甘心 服侍不愿意甘心 服侍完了还要跟神说 牛在场上踹骨 他们都牢笼我的嘴 对啊 我也是这样子 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服侍 从西班牙飞到那个国家去 冷那个钥匙在北边 冷那个钥匙 去了五天四夜 四天三夜 五天四夜的营会 来参加 他们都没有牧者 所以我去又个别辅导 又婚姻辅导 又受洗辅导 然后替他们施洗 我跟他们讲说 那个冰天雪地啊 我说那个水有加热吗 他们说有 我就说有啊 那我就真的走下去 结果是冰水 你要知道他们受洗人 下来就几秒钟就上去了嘛 我还要奉父子圣灵人民 给他施洗 下去上来 然后走一个又来一个 然后我半夜辅导到 十二点一点两点 整个会堂为了省冷气 暖气就把暖气都关了 我最后一个离开会堂的是我 所有同工都走光 不像你们这里 这个勇约黎明经生 为了同工跟这个若格的都非常好 他们不走光了 然后我回去睡觉 扔了个钥匙 扔了个钥匙 我走的时候 他们给我一个信封 而我坐飞机过去了 跟我太太坐飞机过去了 来回的 他们就一张信封 我打开来 两百欧元 我气到不行 你们现在终于知道 讲员也很在乎车马费 对不对 我气到不行 我跟神说 我下次再也不来了 有这种事情 神都没理我 过了几天 附近一个小教会请我去 去的时候就跟我说 说李长老 我们是一个小教会 我们没有很多的 那个策马费很微薄 你可以来 我说当然来啊 有的服侍嘛 都会去吧 这是神的恩典 我就服侍 服侍上完了几堂 服侍完了之后回去 那天走着 他们就那个姐妹 就拿了一个信封 给我说李长老 这个谢谢你啊 一点点啊 不曾经意 你看在主的面子上 就接受 我说好 他给我嘛 我就把口袋一放 你知道不像你们这里 你们这里的支票 都长得一样 对不对 可是上面的数字 是完全不一样 对吧 他们不是 他们都是给现金的 所以你一摸 就知道多少了嘛 对不对 打开来顶多是五百的 还是五十的 还是一百的 还是两百的 还是欧元啊 我就很薄 果然正如你说的 是诚实的人 就放在口袋里面 就回去了 那天 就 要结束了嘛 要洗澡了嘛 我就把口袋一摸 怎么有一包东西啊 对哦 对他给我的车马贝 那我就想说 人家都说很少了吧 那我就把他打开来 就一打就 就掉下来 一掉下来 一掉下来 我一看 紫色的三张 你们美国人只懂美国 其他事都不知道 紫色的是五百 一张 他有三张 一千五百欧元 掉下来 我听到神跟我说 这样你满意了吗 听得懂吗 我不是抱怨那个教会吗 我昨天不是告诉你们 任何形式的抱怨 都是直接或间接 指向神嘛 所以我因为 我抱怨的那个教会说 我拼了命 我冷了个半死 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你们只给我两百欧元 现在神说 另外一个做法是 你讲两堂小道 对不对 而且就在旁边 人家还在车子接你这样子 然后你一打开来 掉下来一千五百欧元 神说 那这样你甘愿了吗 你看我们多不甘心啊 所以人跟神很会算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很会算吗 爱不够 我再讲一遍 你没听到 重点都要听到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 跟神很会算吗 因为爱不够 爱够了都不算 神为什么不跟我们算呢 是因为他爱很够 他爱我们很够 所以他不跟我们算 他如果真跟我们算 怎么处理都没办法处理 像我们这种 罪该万死的人 还要来服事他 还讲的一副 没有我不行 你听得懂吗 你们还把于牧师的抬头 放在我前面啊 你看人多软弱 像这种人也能服事吗 你知道当你跟神 有爱的时候 我现在不要讲 神那边的爱 我不要讲神那边的爱 神有多少爱 我们讲也讲不完 就讲我们的回应吧 我们有爱神吗 人家给我一千五 我就主吧 你真慷慨 那个教会真好 人家给你两百 你就这样 你看 可是如果你真爱神 或者你真爱你的儿女 他怎么忤逆你 顶撞你 你还不是鼻子摸一摸 忍耐掉两个眼泪 你就过了 不是吗 如果你真爱你的妻子 我是真爱我的妻子 我记住在下面 这两年更爱她了 你知道 这两年更爱她了之后 我突然发现 原来神的爱 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 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个 具体的对象爱 爱后来发觉 爱下去之后 就发觉神真的爱 所以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跟神 维持那个关系 是因为爱 所以你要甘心的线上 甘心的线上 再一点点时间 我其实还没有超过时间 因为他给我的时间 我有看 我是一个小时 最后了 具体的项目 具体的项目 神要的是具体的项目 其实神要跟我们同 但是为了给我们丰富 神要跟我们同 但是要我们相对的体会他 可是我们需要参与 我们要付出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爱 只有真正的爱 才会带来甘心 对吗 我父亲 我父亲得了很多个癌症 四个 所以他每次去探访的时候 因为经历很多 他都不需要讲太多 他去探访的时候 人家就苦哈哈的 一直跟他讲 讲完了之后 我爸爸都不需要做 不需要用嘴巴讲 他就做见证 来 这里耳朵开过刀 肚子打开来 这里未开过刀 位置剩下三分之一 再把他拉高一点 这里开过刀 肺切掉五分之一 再把这边拉开来 这里肾拿掉一颗 然后我爸爸再说 这都是主的恩典 不用做见证 你听得懂吗 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经历 他有很多人的经历 当你真没有经历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他真的是神 他真的是神 所以跟神的这样子的互动 你需要花时间 你需要花时间 神的同在 是要让我们知道 他爱我们 可惜我们真忙碌啊 对吗 我希望我 以后碰到你的时候 你告诉我说 李长老 我最近跟神说 你的机会增加了 那这个最重要 当你真正有爱的时候 你就不会在乎那些东西 我爸爸每天晚上睡觉前 都跟神说 因为医生说 他剩下三个月到一年的寿命 三个月到一年 所以他每天 反正三个月到一年 后来我爸爸就生命就好了 他就每一天都跟神说 今天是最后一天 躺下来睡觉 最好晚上你就把我接走 这样就没事了 早上起来说 啊又天亮了 那今天奉献给你 反正最后一天了嘛 就这样又过了十八年 又过了十八年 真的又过了十八年 又过了十八年 就每天这样 所以他高兴着 每天都很兴奋 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他做追思礼拜的时候 我们教会的很多姐妹在吵谁 李伯伯最疼谁 你知道吗 有一个人跟他说 哎呦李伯伯安息了 不过他到主那里去也很好了 在我们这里也很辛苦 李伯伯最爱我了 另外说 你怎么知道他最爱你 他是最爱我 我妈在旁边说 你们都是小三啊 然后他们就在比说 谁比较认识我爸爸 谁比较 我爸爸比较爱谁 其实我爸爸就爱每一个人 他就是很轻松的人 很轻松的人 他们开玩笑说 我爸爸 然后就考对方 那李伯伯最爱什么颜色 他说 一个就是红色 你也知道啊 他说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爸爸追思礼拜的时候呢 他们就说 通通要穿红色的衣服来 然后不是有签名处吗 对不对 他们要分 签名处要分两边 有一般就是一般签名处 对吧 你来的要签名嘛 对不对 另外一桌就叫做 小三签名处 你就知道他跟大家都很好 大家就说 李伯伯最爱我了 弟兄姐妹 爱能够做很多的事 爱能够让你对那些事情 就没有关系 我们为什么不肯服侍神 我们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他不熟 不熟 他很爱我们 你多跟他在一起几次 你就知道他爱你 好 最后就具体的项目 神跟我们要的都是具体的项目 来我念给你们听 因为这个比较不好念 所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 蓝色紫色 珠红色线 细麻三羊毛 染红的公羊皮 海狗皮 造假木 点灯的油 并做高油和香的香料 红麻脑与别样的宝石 可以镶嵌在衣服的和胸牌上 这一段的记载 我们发现神很清楚 神向以色列的百姓 说明要献上礼物的种类 神要的建材都是最好的 但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他决定的 他说你有什么就献什么 你有什么你就献什么 有些我们愿意给神 却不要 因为神觉得那个不重要 有些我们不肯给神却要 因为神说 你这个东西放在你那里 就拦阻了我跟你的同在 所以那个东西你最好给我 就拦阻了我们的同在的东西拿掉 我这个还不是讲那不对的东西 对不对 不对的那个本来就应该拿掉的 那是雅干的东西 神要的是亚伯拉罕的以撒 我想就不用讲亚伯拉罕的以撒的故事了 对不对 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我又没有要生孩子 是你叫我生的 我还生了以色玛利 你也说不算 非得跟沙拉生不可 对不对 然后沙拉这个人又很小气 又要把以色玛利赶走 是不是 然后好不容易生了以撒 养了这么大 十几岁 已经最困难的时间都过了 已经开始讲一点点东西的时候 神就说 把你最爱的以撒献过来 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没事你找我干什么呢 神就是要我们献上 他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神不要任何东西拦阻在我们 我跟神的面前 神不要有任何东西拦阻在我们 跟神的面前 那这个功课留着我们回家自己做 哪些东西拦阻了我们跟神 我的面子嘛 我的面子嘛 所以当那个 那个 那有钱的 那个青年的财主走的时候 耶稣就看着他觉得很可惜 因为为了钱 就不要了耶稣 当然有的时候 神是要除掉罪 那就更重要了啦 那个罪是神要拿掉的 我就不讲了 神向我们要的 其实他说 要他们自己献上来 所以换句话说 神向我们要的 其实都是我们有的 让他们献礼物来 你自己决定你要献什么礼物 你要给什么礼物 你就给什么礼物 其实神向我们要的 我们都有 但是你要去找 神要我们什么 神要我们要时间吗 神要我们奉献金钱吗 神要我们智慧跟能力吗 神要我们的 都有 最后 从会部的建造来看 神有确定的样式 神有确定的样式 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 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从25章一直到31章 一共有7次讲到 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神每次这样讲说 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是很清楚跟严肃的说法 也就是我们要如何建造会幕呢 我们要如何与神同在呢 这件事情 注意听 取决于两方 而他那一方已经做完了 现在这一方就在我们这一边 所以不要再说我找不到上帝了 那句话是上帝在说的 我都找不到你 对不对 所以上帝到伊甸园的时候 问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吗 从开始就一直早早到现在 还在问李健你在哪里 其实他在等我 不是我在等他 神人之约 他我之间 主啊 你我之间 我在哪里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结束了 我们结束了 主耶稣说我来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 更丰盛 叫人得生命就是西乃三之约 叫人得生命就是耶稣基督 叫人得生命就是神 把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赎 可是又告诉我们说 并且得的更丰盛 从旧约来看就是会幕 从新约来看还是耶稣基督 或者圣灵 或者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这次灵命近身会 我相信每一个主题 每一个讲员都希望我们 不仅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想办法去亲近他 他正在等我们 right here and right now 他就在这里 在这个时刻 他愿意等我们 我们来祷告 天父求你自己帮助我们 要结束这一次的聚会 谢谢你 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 纽约灵命近身会 开始了实体的聚会 也谢谢主 把这么多的讲员 从各地找过来 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愿意到现场 谢谢你 你看他们 就是有一颗愿意的心 他们已经甘心 他们也献上了 我求你自己来保守 让我们学会 让我们经历 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 往前进说 你是我们所最爱的 主啊你知道我们不容易做 但是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越来越学会你 才是我心中最重要的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好 谢谢各位